武汉校园被撞孩子的悲剧再次升级 孩子的母亲在孩子头七这天 选择了从24楼一跃而下 因为悲痛已经突破了成熟的极限 而导致崩溃除了丧子之痛 就是网络暴力 有网络流氓调侃她的身材和容貌 还有那些伪道德者 说她过于冷静缺乏一个正常母亲的悲伤 说她一心只为要赔偿 而更有一些乌言晦语简直是不可描述 这些人是如此的义正严慈 理所当然 要知道 一个人欺负一个人 是不是欺负 十个人欺负一个人 是霸零 一百个人欺负一个人 是欺凌 而上万人欺负一个人 一个女人 反倒好像成为了正女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位母亲的自杀 所有的网暴者都负有责任 我在想 如果每一位参与了这次网络暴力的人 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母亲从24楼一跃而现 尸体就呈现在她们眼前 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网暴者 并不愿意看到此心此剂 因为我相信 她们没有泯灭掉 人性最基本的善意 我更想把她们的行为 理解为无知和愚蠢 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多锐利 多残忍 她们没有意识到人言可畏 用刀结束生命 只是肉体上短暂的痛苦 但无数的讽刺 重伤 指责 造谣 对心灵的摧残 简直是生不如死 更别说这位母亲已经遭受了人生最大的痛苦 丧死 因为网暴而离世的 这不是第一个 还记得之前的粉红女孩吗 那一样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网暴什么时候能停止 键盘侠什么时候能觉醒 我只想说 你未必能够做到将心比心 未必能够做到感同身受 但只要不伤害 就是善良